6月30日晚间11点 港版国安法正式生效 这部被认为破坏一国两制 撕毁50年不变承诺的恶法 到底会对香港 甚至台湾人造成什么影响呢 港版国安法共有66条条文 其中主要有四项罪名 分别是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你也许以为一般人 应该不会犯这种罪 但依据中国过去的记录 还有现在港版国安法条文 几乎人人都可能被中国政府 随便冠上罪名 还进监狱 譬如瑞典籍出版商 香港铜锣湾书店大股东 蒙桂敏海 2015年他在泰国被中国官方人员绑架 抓回中国 5年后被中国法院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 判10年徒刑 曾经多次获得国际人权奖项的维乌尔学者 伊利哈姆·图克提 中国政府认定他是分裂国家 判处14年徒刑 中国政治意义人士无干 因为揭露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 中国法院认定他 长期利用网络抹黑国家机关 最后他被冠上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8年徒刑 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 2017年3月到中国广州找朋友 还没出机场人就失踪 后来确定被中国当局逮捕 当年11月底 李明哲被中国法院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5年 只要你曾在网路上反对中国并吞台湾 用梗涂嘲弄中国官员 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你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违反了港版国安法 或许你会想 我人在台湾 中国定的法律管不到我 但是根据港版国安法第38条 就算你不是香港公民 人也不在香港 也适用港版国安法 例如你在台湾 甚至在美国 上网主张香港要民主 要独立 在中国政府严厉 你就已经犯法 还有就算你不踏入香港半部 第36条也载明 在香港注册的船舶 或航空器内 也适用港版国安法 如果你过去对香港司法独立 还有一丝期待 现在 这道门已经彻底关上 港版国安法第44条规定 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 是由香港政府行政长官所挑选 任期一年 而且只要被认为 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法官 就不能被挑选 如果法官在任期期间 有所危害国家安全言行 也会被剥夺审案资格 还记得去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出40周年活动说的话吗 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让香港一国两制的幻影正式破灭 不到23年就变成一国一制 台湾人还有选择 把握每次投票机会 好好投 别让台湾走向相同的道路